今天之點我們一齊來自知有英國政棍出手救助 但他自己想繼續蹲在監倉裡的毛婆毛孟靜 話說早前泛民長者毛孟靜的老公 已解80高齡的Philip Blowing因為肺炎被送入ICU 外界傳到Philip縮他病情嚴重 要求港府放毛孟靜出來照顧他 就連英國國會議員都聯署寫信叫英國外相介入事件 叫香港放人 真是聞者傷心聽者流淚 所謂夫妻情深 老公病危的老婆當然想在他身邊照顧 有什麼醫癒都可以陪他走最後一程 加上毛婆還押忠 不能陪老公怪誰 只好怪自己當日參與違法初算 等等事件又有新發展 有人叫停一群英國政棍說不用他們出手叫港府放人 看真點 這個叫停的人是毛婆的老公Philip縮 原來Philip縮早就已經放學ICU離開了深切治療部 還可以發聲明叫停 身體應該好了很多 Philip縮在聲明中說自己離開了ICU差不多三個星期 而英國的政棍聯署信是2月24日發出的 什麼英國收風這麼慢 要是007努力一點嗎 Philip縮強調他不同意英國國會議員聯署的做法 還說毛婆他自己都未曾考慮申請保釋 Philip縮今次發聲明就好像大巴大巴的 把那群枉作小人的英國政棍載到 又是呀 人家明明好地地 你們又要唱到病入高坊那樣 貪大吉利時嗎 現在毛婆他蹲了那麼久 一直傳出來的風聲都說他很捨意 在牢裡教人英文過日晨 多麼猶言自得 還要有光環 所以你們別搞亂當 阻礙毛婆享受美學的監倉人生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